好,我们来进行翻译句子,第一个,我们应该养成做笔记的习惯,这里你应该知道,养成什么什么习惯怎么说,做笔记怎么说,好,养成什么什么习惯,养成什么什么习惯,是develop the habit of doing something,develop是养成,develop,养成习惯,the habit,什么样的习惯,of,of是这词,所以后面应该是doing something,develop the habit of doing something, 后面出现动词,我们要用doing的形式,好,那做笔记怎么说,做笔记,take notes,take notes,好,所以这个句子就出来了,我们we应该should养成习惯,develop,should是形态动词,后面跟动词原型,所以直接用develop,the habit of,什么样的习惯, 做笔记的习惯,of,后面跟doing,所以这里的take,我们要变成taking,taking notes,好,我们要养成做笔记的习惯,we should develop the habit of taking notes,第二句,做运动对我们身体有好处,这里我们要知道,做运动怎么说,对什么什么有好处怎么说,好,咱们来看,做运动,是do sports,do sports, 对什么什么有好处,be good for,be good for,好,对什么有好处呢,我们的身体,我们身体,我们身体,我们的身体,our,这里身体它是一个名词,是health,health,healthy是形容词,在这里health它是一个名词, 好,做运动,好,做运动,来,我们就开始整理句子,做运动,do sports,do sports,对我们身体有好处,be good for,对什么什么有好处,对什么有好处呢,我们身体,our,health, 好,这是词汇,梳理完了,然后接下来看语法,咱们说了,做运动是一个动词,对吧,动词词组,动词不能做主语,你要想让它做主语,必须改变它的形式,把它变成动名词做主,动名词做主,在后面加上ing,怎么变呢,在这个do后面加上ing,就变成了doing sports, 这个是主语,这是做运动啊,动名词做主,动名词做主,还有一个规则,它后面的位动词用单数形式,所以我们这里要变成is,is good for our health,所以做运动对我们身体有好处,doing sports is good for our health,好,咱们就可以写了,做运动,动名词做主语,doing sports is good for 后面位动词用单三is good for我们身体,our health,这个health用名词